哦,就站在这点啊 这起凉的时间基本上跟日出时间差不多 差不多吧,一般就是七点八那时候靠八点就开始起 太阳出来了 大家好,我们丹东草莓成为咱们北京冬奥会的装供水果 我们丹东还有一样水果也是特别有名 今天来到就是我们辽宁丹东的丰盛市兰崎镇 咱们到这个水果的这个种植大棚进去看一看 其实我特别关心就是种这种水果年收入怎么样 咱们看看价格 哦,这底下都压的 嗯 现在这属于棉被哈 全棉被 现在反正这一晚上生老金了哈 生电 最早那时候都搞人捞 搞人捞啊 嗯 这几分钟能起到顶儿 这个二十分钟 哦,能够开始啊 十八九分钟 也是点上那个轴带转是吧 对 小棚你看看 哦,这里边 就感觉跟那个草莓棚就不一样了哈 不一样 这这轨道是留的什么呢 对,拉动一下 拉滚的 苗儿可够高的 我这一米七大个进来之后没有了 呵呵呵 这两米几两米 差不多好三米哈 嗯 一三米 差不多 那棚也高 大棚和草莓棚是一样的啊 嗯,一样的 哦 哦 就站在这点啊 要不上面补,要不太高了 对啊 哎哟 这就是 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呀 呵呵呵 那啊 给它固定了点啊 对啊 这是胶带 胶带 啊,给绑了点 绑了点啊 绑了点 那你看这不往下落了呗这个 啊,这个不落了 中间再拉一刀 只要是直接卡着定头了 嗯 你这弄几年了 我今年我才弄这个 我今年没干 之前啊,我就我爸干的 你这棚是采贱的呗,今年贱的 采贱的 这棚花多少钱投的呢 我今年花了 30多万 什么算起就30多万 这多少米呢 150 哦,长 嗯 今年小时还行啊 那长还行 今天是 8块 8块 15价呗 嗯 现在这是便宜了是贵了 涨了 便宜了 通年更贵呗 通年那时候最高的时候卖10亿 这东西那什么 沉的,它压成的 嗯 比草莓是压成的 150米棚能产多少呢 确实 我这个棚是三亩地 三亩地 一个棚就是 一亩地就是一万斤左右吧 三四万斤呗 嗯 三万斤 嗯 三万多斤 平均8块钱 24万 嗯 一年本钱干回来吧 马上 本钱啊 差不哪去 哪把还破的 妈家有小的 那你家这一共这多少米 家有一个 家有一个,一共也是 260几十只 哎呦我,你家这瘦肉很可观的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你老是又再雷 还是,雷点也值 那农村人家不扣朋友干什么 这顺利朋友 对 那加班俩是基本上加价都扣啊 啊 都说,90%嘛 现在基本上 不90%也80% 所以说蓝琴有钱 最有钱 不是 是 那几天虾的茶果 那就是五六天 你蓝琴小吃东西少 蓝琴小吃东西少 而且它有贵门 动我呀 图纸方面 小吃的呢 有10克的蓝琴 这样口感什么 它比别的口感都强了 你知道吗 同样的苗 再是不是来的 再不一样 东西不一样 你这现在除了那什么 虾果还有别的活 这里啊 有啊 这边有叉的 白叉 就有叉的 白叉的 啊 这也都白叉的 啊 这小吃 小吃的比那个草莓活得多 比草莓活得多 就是想干是吧 那也有的是活 对 就是活就是自己嫁 想干就干点 你知道是不是 对 这个圆鸣 应该叫圣菊骨 就是这个圆鸣 他们卖的圣菊骨 它是不是圆圆的 圆 它那是逼近 就是品种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 这小吃品种多 是哪个品种 还吃咱这个 它有那个氏的味 对对对 这里边就共享种这个 一年就一堂 一年就一堂 六月八日就停了 停了9月 9月10号 9月二十号 都是在下一堂 单东特产409小氏 它也是这个圣菊骨的一种 在你们超市 如果再看到它之后 你就知道 在我那种大棚是怎么种的了 好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了 大家拜拜 有点冷啊